謝謝大家錯控 這不太是我的個性 大家知道我平常是一個很堅強的人 然後 因為我是做醫療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也還在看診 現在來參加記者會之前 我幫自己拍了這兩張照片 一個是我的臀部 左邊 一個是我左邊的腰部 那我們在做醫療工作的人 平常有生病 還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完 所以昨天當下雖然我發生了很大的被傷害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是堅守著我的崗位 所以一直到晚上回家 我才覺得痛到受不了 才發現說 哇原來我白天為了堅守我的崗位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已經受了這麼大的傷 然後今天早上為了病人 我還是忍耐就吃很多止痛藥 然後去看診 我也覺得很難過是因為 我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尤其是醫療業的朋友 他們昨天是看到我們的新聞 傳簡訊關心我 覺得台灣居然在總統就職之前 傳遍世界各地 一個男性的執政黨立委 把一個女性的在野黨立委摔到地上去 而且是摔兩次 我所有海外的朋友都覺得非常的震驚 而且難以想像 這是他們生活中從來不會發生過的事情 我很不好意思 我跟吳宗憲一樣 我的家人也有看到直播 覺得他們沒有辦法忍耐 可是知道立法院也不是家人就可以來的地方 所以不斷的在中間的過程 大家收集給我 但我當時還是在執行我的勤務 所以我沒有辦法一一的回覆他們 我是覺得 這十年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可是不變的是 執政黨面對新的民意 十年來一貫還是用性騷 暴力 甚至謀殺 來面對我們新的國會跟新的民意 我身為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我常常在急診 很忙碌的狀態之下 冷靜的處理各種緊急的情況 但是我昨天根本沒有想到 我沒有辦法制止 中加兵委員 蓄意的衝上主席台 要往海淵草那邊衝 並且他是右腳站穩以後 情報撲倒 性騷暴力 而且各種謀殺的姿勢 對我進行兩波的謀殺式攻擊 我外國 我所有外國的友人都覺得 這已經是公然在電視上的犯罪 所以昨天凌晨到現在 我幾乎沒有吃止痛藥 我是沒有辦法好好的工作 我不曉得 在民進黨委員的眼中 口口聲聲反對性騷 反對暴力的原則在哪裡 昨天晚上看手機 還看到民進黨利用側翼網軍 不斷地發這樣子的圖文攻擊 說我藐視把人摔在地上的國會 你們藐視的是中加兵委員嗎 還是郭國文委員嗎 是當著全世界直播的電視 把女友人整個摔到地上的中加兵嗎 還是這幾個月來不斷癱瘓意識的民進黨呢 在這邊我也要公開邀請民進黨委員 也要站出來開記者會 譴責中加兵對我的情報 我們一定要讓性別平等性別平權落實到立法院 謝謝不好意思 我今天情緒比較激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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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這個 他做這個 那個 他這個 阿翔 它剩下一步 他可以 要跟他 要跟他 小營 我 不 Merci 他 就 邰 好 直接 民進黨立委中嘉賓 強談主席台 雄抱國民黨女立委陳金輝 兩人重摔在地 國民黨男立委健壯 趕緊上前支援 現場一陣尖叫 就連議事人員也被指示 先閃一邊 但這抱臀飛撲 讓陳金輝膝蓋擦傷 氣得決定驗傷提告 意識桌是非常的高 意識也很高 所以他其實是在一個 完全不顧對方 再來會如何受傷的狀態下去 做出這些動作 我很抱歉 那至於未來 他的感受什麼 我們尊重 中嘉賓三度會失禮 說腳踩到紙才會向前滑 但驚悚畫面 連一旁的立法院長韓國瑜 都嚇到臉色鐵青 而不只綠營 來營這行為也有爭議 國民黨立委徐曉星就在議場內拿起直笛 開始吹奏國歌和國旗歌要用魔幻敵音蓋過吵架聲音 若直笛不夠還有祕密武器 有人迴反一場自信 徐曉星辯稱樂器不算違禁品 但他私自帶入議場的還有民進黨旗 更捲成長繩狀 試圖掛在民進黨立委王美慧脖子上 兩人來回拉扯 後來被一旁的立委蔡逸於架開來 爭議行為徐曉星沒回 王美慧則痛批太危險 藍綠立委為議案拳腳相向 但危險行為 請勿模仿 TVBS新聞年成全董佑金成人挺無愧的台北參謀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展示範機 進行為徐曉星辯 展示範機 吳明天明天的新冠 展示範機